哈囉大家好我是Ian 在騎車的時候身上有兩個東西會直接影響舒適度與騎乘表現 一個是我們之前講過的安全帽 另一個就是腳上穿的車鞋 鞋子這項重要的人身步品 除了扮演傳遞力量的角色之外 對登山車而言在處理崎嶇的offroad路況時 更會影響身體所採取的進攻姿勢 所以今天就是要聊聊如何選擇登山車鞋 專業的登山車鞋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許多Dimble的offroad路況 很容易讓腳掌彈離開踏板 有嘗試過offroad的新朋友 你就知道這種感覺 而一雙專業的登山車鞋 配合上正確的姿勢 就可以大大消除這項風險 有許多新朋友用一般戶外鞋起offroad 其實是有些風險的 因為一般戶外鞋鞋底上的大顆粒 反而會減少與踏板的接觸面積 使腳掌更不容易抓在踏板上 那到底要怎麼挑選登山車鞋呢? 首先你要問自己 要不要使用卡踏 這答案其實是不一定 以我個人的經驗來說 本來都是用這樣子的平踏板 騎登山車騎了十幾年 後來因為用單臂鎮的AM車騎五指三 發覺車尾過度劇烈彈跳 使腳掌無法穩固地掛在踏板上 因此不得不減速 自己覺得非常不爽 所以在五年前才開始使用 這樣子的卡式踏板 不再需要擔心腳會彈開這件事情 反而更能專注在操控上 連原本不太喜歡爬上坡的習慣也改變了 這是因為卡踏可以跟卡鞋扣在一起 除了向下踩可以輸出動力 整個踩踏迴旋的後半部 腳掌上體也可以產生動力 並且腳掌的位置很穩固 不會偏移 也就是可以整體提升踩踏效率 這在技巧型的 騎驅Offroad爬坡 效果更為顯著 所以我後來就一直使用卡踏 到現在 沒有卡踏好像不太會騎車 但是對於剛騎Offroad的新朋友而言 其實卡鞋並不是絕對必要的人生布品 除了你無需添扣還不太確定需不需要的卡踏之外 剛開始的各種基本技巧 最好也是用平底車鞋 配上這樣子的大踏板來做練習 這樣的組合可以消除 所有利用卡扣機構帶動踏板的壞習慣 避免影響日後正確學習以及使用更高階的技巧 至於卡踏為什麼對於初心者可能會造成壞習慣呢 這個我們之後有機會再聊 除此之外 剛接觸登山車的新朋友 平底車鞋加上大踏板也相對安全 可以讓你的腳在緊急時刻 馬上離開踏板硬變 車鞋的大分類就像登山車功能分類一樣 所以選車鞋時 第一個就要先了解自己的騎乘取向 還不了解登山車分類的朋友 可以回頭看看之前的介紹影片 車鞋因照不同的騎乘方式 產生重量、包覆性、鞋底以及其他細節的差異 以桌上熱底雙 Shimano 的車鞋為例 分別適用於不同的騎乘風格 如果你要進行注重輕量化以及高效踩踏的XC騎型 可能一騎就是三四個小時不下車 那就要選服貼重量輕的車鞋 比如這款一級的XC車鞋XC9 它的外觀就明顯跟其他三款車鞋不同 它的鞋面只有用一塊布料製成 然後它從鞋跟、經過鞋底、到鞋尖 整個是一體式的設計 這樣除了減輕重量之外 還可以增加腳掌在車鞋裡面的貼合度 大部分的XC車鞋都配備這樣子的BOA張力調整系統 它可以用旋轉的方式快速調整張力 因為XC車鞋講求力量傳遞 所以它整個鞋底是全硬的 甚至是碳仙底 那這樣全硬的鞋底其實是不太好行走的 那雖然如此鞋底還是會設計一些紋路增加抓地力 然後甚至在鞋尖這兩個藍色的點 它可以換裝鞋釘 那XC專用鞋大部分都是中間可以裝卡紙的卡鞋 所以你要挑選的朋友就要注意這一點 那再來是最多人進行的TRAIL臨道風格騎法 因為這樣的騎法不要求像XC那樣刻苦耐勞 只講求踩踏效率與輕量 所以臨道車鞋的設計會比XC鞋更接近一般的鞋子 穿起來會比較舒適 鞋底的結構也會相對軟一點 以便三不五時下車遷行 由於TRAIL 騎法面對路面的變化狀況比較多 常有震動彈跳的狀況 腳掌在踏板上騎行時不見得都處於水平的狀態 比如進攻姿勢在處理崎嶽路況時 腳掌就必須掛在踏板上 因此鞋底跟踏板的結合就變得非常重要 所以這類的鞋子都多為平底 配合踏板上的釘子 就可以牢牢的把車鞋抓在踏板上 除此之外 這類車鞋的結構會更加粗壯 鞋尖的部分甚至會補強 所以重量會相對重一點 以這雙AM7為例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體積跟XC比起來 明顯的就大了一點 然後它的固定系統也變成鞋帶的方式 並且有一塊魔鬼毯可以把鞋帶固定 以避免鞋帶會勾到路上的東西 或繳到大盤裡面 你可能會問 為什麼不採用更方便的BOA系統 這是因為BOA系統固然方便 但是因為它的體積比較大 可能會在騎行的時候撞到而損毀 所以除了XC鞋之外 大部分的車鞋是不會配備BOA系統 那比這雙AM7再高一個等級的AM9 它的防護性就會更好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腳踝這邊 它是不對稱的設計 特別加高內圓的結構 防止腳踝跟曲柄摩擦或撞擊 固定方式也變成這種快拉繩 那表面還有一塊面料包覆 它可以增加包覆性 以及防止水分直接滴進去 但這相對也會減低散熱性 那其實AM這兩雙AM9跟AM7 都可以拿來做DH用鞋 差別只在於你對重量跟防護程度的選擇 那以上講的這兩雙AM系列都是卡鞋 但就像我前面所說的 新朋友不見得一定要上卡 所以這款鞋也有相對應平底鞋的GR系列 就是這一款GR7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結構 基本上跟卡踏系列的AM是一模一樣的 那兩者的差別就在於它的鞋底 一個是卡鞋 一個是平底鞋 那這一類的平底鞋 我們就一定要搭配 帶釘子的大踏板來使用 這樣才能顯得出特殊膠料 與它紋路的效果 那這兩個系列也有更低階的AM跟GR5 那結構與防護相對的就會更輕量 所以大家就看看你自己 到底會騎到多操來進行選擇 最後如果你是偏向ENDURO的騎法 就是自己騎上山 在騎下非常崎嶇的領導 中間又會需要牽車 那就可以考慮這一款ENDURO專用鞋 它的結構很類似於 我們剛才看到的重型領導鞋 但鞋底它會有比較大的顆粒 以便增加抓地力 那這雙今年新改版的ME7 它的鞋底就有非常大的顆粒 並且它的表面也是多了一塊面料包覆 可以增加它的耐厚度與包覆性 並且是使用更牢固的快扣 以便面對更糙的騎乘狀態 那綜合上面所講的 依照騎乘方式來選擇車鞋 可以先判斷你是不是XC的騎法 XC車鞋製成一類 那其他的騎乘風格 就看你對重量包覆性鞋底紋路 價格與用不用卡踏來做決定 再加上其他細節 比如固定系統 是用BOA鞋帶或是快拉 或是你需不需要腳踝特別的防護結構 另外要提像AM7 GR7 M17這三款 它在腳踝的部分都多了一塊布料 這個穿起來的時候會把你的腳踝包住 這樣就能夠防止小石塊在你騎車的時候彈到鞋子裡 那這樣的設計是我個人非常喜歡的 那上面講了這麼多 大家可能聽得有一點捕傻傻 那就以我自己當例子來聊聊要怎麼樣選車鞋 像我的騎乘方法是比較偏 ENDURO的零到騎法 加上我有使用卡踏 所以就可以先不考慮XC系列 或者是平底的GR系列 因此就只剩下AM跟ME系列可以做選擇 那我又比較怕熱又不需要太重型的防護 所以又可以消掉ME系列的選擇 因此我自己的主力車鞋就是這雙AM7 它可以兼顧結構強度跟功能性 再來是大家最關心的價格問題 一級的XC9它的售價是10900 這個價錢可能會讓很多人都卻步 但這個月SHIMANO會上架全新的XC3平價版 它整體跟XC9的差異在於 用料跟一些細節上不同 但兩個的外觀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沒有差的非常多 然後重量卻很接近 所以我很好奇 這雙XC3它實際用起來會是什麼感覺 那希望8月它上市後 能有新朋友試試看 跟我們分享一下 用起來感覺如何 然後AM系列的第二級AM7 售價是3500 還有剛才看到的一級AM9 售價是4200 平底鞋GR系列 GR7售價是3400 那一級的GR9是4100 最後是今年全新改版的M17 它的售價是5300 上面所提的鞋款全系列等級 大家可以到SHIMANO的中文官網上看詳細的介紹 如果想要更了解甚至購買這些登山車鞋 可以從官網中挑選 SPD特選優質經銷商詢問 或者你可以打電話到桃園的奧斯坦 或者是台北的九泉191車店 詢問那邊是不是有部分款式車鞋 可以當場試一試 如果你懶得出門 也可以在PC Home上 代理商三絲達的商店直接購買 今天我們聊了登山車鞋 講到了專用鞋的重要性 還有如何挑選 大家在了解自己的騎乘取向之後 再以上不上卡 鞋底紋路 包覆性 重量價格等條件 在眾多的登山車鞋中進行挑選 希望今天的影片 能讓大家在選鞋時 能夠有個方向 也歡迎有穿車鞋的朋友 分享你們的使用狀況 讓更多的新朋友 更清楚自己的選擇 那我們今天就講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 掰掰